好 各位觀眾 國慶搶先看就在高雄港都喔 日本東京農業大學 第二高等學校的吹奏樂部 又被稱為翡翠騎士 那麼為什麼叫翡翠騎士呢 其實從他們現場表演的服裝就看得出來 因為他們都是穿著一身的翡翠綠 那這一次他們從日本原道而來 是獲邀參加我們台灣國慶日的演出 不過就搶在雙十之前 他們今天下午在高雄港七號碼頭正式登場 現場圍觀的群眾非常的多 一看到這個翡翠騎士出現 就爆以熱烈的掌聲 我們立刻來看現場精彩的表演 好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翡翠騎士的編制 總共有多達148人 首場海外的演出就獻給台灣 而且第一場的正式表演就在高雄 那我們可以看到除了他們前面 跳舞的舞者的動作非常的整齊劃一 整個這個管弦樂團的演奏 也是非常的流暢明快 而且相當罕見的 由於這個我們高雄的這些民眾呢 現場聲音是安口聲不斷 因此原本預定要結束了 但是翡翠騎士也當場加碼的演出喔 獻出了耳熟能詳的七龍珠啦 還有灌籃高手等動漫的主題曲 也讓高雄的民眾呢 搶先體驗國慶日的盛大表演 那麼以上就是記者目前在現場 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交回棚內 立刻上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盡管理新聞